這次我看過連韓牛都瘋狂的台灣男神 想見你天天辦法回摩勒斯歐前十大的話題至少就佔據了六名 最終的男主角徐光漢大家可能有聽過 但是你知道他在亞洲有多紅嗎? 因為想見你這部戲徐光漢可是被韓牛稱為是國民老公 在韓國辦見面會引發了韓牛的瘋狂這一心 有超過四百名的粉絲,自己爆了機場 兩場的見面會門票五分鐘搶完 還有四十間的韓國媒體都搶著要專訪他 連環燈初上都是因為徐光漢的客串而紅到韓國 但除了徐光漢之外,我們今天還整理了四位 讓韓牛也瘋狂的台灣老爸 第一位是在韓國有台灣的國民初戀之稱的劉以豪 而他竟然是因為一張IG的自拍照紅到韓國 甚至還有自己的專屬粉絲會 走在路上連韓國的大媽都會把他給認出來 而第二位陳柏林則是因為我可能不會愛你中的大人歌 紅遍全亞洲 後來陳柏林還要韓仙送直校搭檔真人秀 徹底的迷暈了韓國妹 而柯正東同樣也是因為戲劇登韓 那些年純純的愛讓他在韓國的人氣飆升 征服了許多韓牛的心 第四位周杰倫如果問起了韓國人台灣的電影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說的秘密 在韓國這部戲可是被封為神作 連淡水都因此變成了韓國人來台灣必去的景點 而周杰倫在戲裡面自彈自唱自導致言 讓他在韓國有神一般的地位 像是東方神奇 少女時代等韓國超大咖明星 都點名想要和周杰倫合作 如果我會拍照 公的NS 谢谢观看